模特儿竟然变成使用前跟使用后的对比 似乎被厂商影射 洗了以后皮肤会变白 结果呢遭到民众抨击 这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画面上三名女模特儿 过着欲经入境 体态婀娜多姿的她们 脸上满指微笑 仿佛非常满意沐浴过后 皮肤所透出的润泽光芒 但是仔细一看 模特儿们的排列方式 由左到右 刚好是按照肤色深浅排列 它们的背后还挂有两块板子 分别写着使用前和使用后的字样 难道光是用沐浴乳洗澡 就可以改变人的肤色吗 原来厂商的用意是希望呈现 使用产品过后皮肤细稳减少 更加柔嫩 没想到一时弄巧沉着 两张图片合在一起 闹出这个大误会 让人误以为沐浴乳厂商有种族歧视 看到广告后网友反弹 有人直说广告内容实在是太愚蠢了 还有人开玩笑表示 搓用力点可能白皮肤真的会出现 尽管厂商事后出面 极力澄清 但是这张肤色广告图 还是不免让人产生联想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